剛剛洗完臉,印光給大家看看 本身有些紅的地方都變得不太紅 而且整體的臉真的白了很多 而且膚質都覺得軟熟了,而且很保濕 Hello 大家好 如果有留意我們都知道 我們最近新回了一個品牌 就是美國的Natural Logic 這幾個月的routine,我已經經常用到它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一起看看它的用法 和分享一些用後感 它就是Natural Logic的濾麵魚 這個產品是之前的影片 已經說過有多好用 現在想上臉給大家看看 這個濾麵魚可以當作卸妝用 當然,如果卸妝加上洗臉 就需要前後用兩次 首先說一下它的用法 我自己會乾手乾臉 先泵5至6泵在掌心 然後塗上臉,輕輕打圈按摩 慢慢會發現 潔麵魚好像吸進皮膚 不過是正常的 只要你一碰水,它就會溶解 之後我們還需要洗第二次臉 我試過濕水去上潔麵魚 但總是覺得好像不夠乾淨 所以我自己建議先用紙巾 印一印自己的手和臉 再洗第二次臉 發覺真的乾淨很多 這個時候防曬和粉底 都可以一次過射走了 而且是非常乾淨的 在洗完第二次之後 我自己感覺到皮膚非常圓熟 第一次用完之後 已經覺得自己的毛孔明顯有細度 而且真的白淨了很冷 洗了幾次之後 覺得暗粒真的有少到 整塊臉真的光滑了很多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洗面奶 另外有一個小撇步 就是當洗第二次臉的時候 按摩一會之後 我大約會敷這個洗面奶 一分鐘左右 因為之後才再洗 我就感覺到皮膚 即是比起立即洗 是乾淨很多 而且你會感覺到是非常軟熟的 每一次洗面的時候 每一碗都覺得是非常放鬆 非常舒服 好像做了一個SPA 這個產品除了用感非常好之外 我第一次看它的配方時候 也覺得非常刺激 裡面有AHA和BHA 可以去到死皮 同時也能清晰暗瘡 它兩個成份都是來自於天然油來 分別是蘋果酸 和柳樹皮提煉出來的水潤酸 所以是非常溫和 但也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也有菠蘿的蛋白煤 去分解老化角質 做到一些疏通毛孔的功效 另外如果你看到這個洗面奶 就好像粉粉的色 是因為它裡面 就用了一些粉紅泥 和一些高凝土泥 所以它的配方是溫和得泥 還可以幫你吸收一些過多的油脂 除了清除毛孔的污垢 還有排毒的作用 另外這個洗面奶 除了可以做到一些潔淨之外 還可以幫助軟化和保濕皮膚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用了它之後 其實皮膚敷小組面膜 都覺得是保濕了 而且真的原熟 每一次用完都覺得是保濕了 和美白了 在這裡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用過一些洗面產品 又溫和又乾淨 又補到濕皮膚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